如果呢,你发现自己啊,平时啊,总是晕乎乎的,睡不够,还食欲不振,甚至呢,大便总是不干净,这时候呢,就要准备排毒去尸了 其实啊,只要每天呢,拍一拍身体上的三个窝,就能呢,拍掉体内的毒,把体内的垃圾呢,全都扫干净 一呢,揉按夜窝,夜窝处的集权血呀,是心经的重要血位,可以呢,去除心脏,火于毒素 所以啊,经常常去按揉这个地方,方法呢,就是适度的拿捏夜窝 每次呢,按捏约三分钟,然后左手上去,右掌,轻拍左页下,三十到五十次 再换左手,拍到右页下,重复五遍 另外呢,平时容易犯疾,暴躁,这是心火大的表现 那揉一揉夜窝呢,打通了心经,人呢,就平静下来了 二呢,是拍打肘窝,那肘窝呀,是经络密集的部位 分别呢,有肺经,心包经,心经,三条经络通过 所以呢,按揉拍打这个部位,可以呢,排除心肺的火气和毒素 可以呢,用朱砂掌,在肘窝这个位置呢,连续拍打五到十分钟 拍完后呢,会出现青红,紫黑等不同色的毒素反应物 三呢,是拍打肘窝,在肘窝的终点呢,有一个重要的学位 叫做伪中学,走膀胱经 那膀胱经呢,是人体最大的排入去世的通道 而伪中学呢,是这条通道上的排五口 可以呢,用朱砂掌连续用力拍打肘窝五到十分钟 直到呢,一般,沙点等定理反应物写线 一到两周拍打一次,身体呢,就会通过自我排毒的方式呢 来消灭这些毒素和肘窝 然后,准备了 这条顾模仿的抱费 这么多样的造物 有多了这些毒素和肘窝